好 欢迎回来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留了一个小绿席的任务 就是看一下这个演讲 08年的大选的时候的这个获胜演讲 然后各位来体会一下 就是这个修辞在实际的运行当中怎么去操作的 我们基本上这些所有的点都讲过了已经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演讲有视频版 可以听听视频版 你能听力了 奥马这个人呢 其实他在就是竞选总统之前 他说话是带有很浓的这个黑人口音的 就是应该不带有太浓的黑人口音的 然后开始竞选总统之后呢 为了能够更多的拉近黑人这个群体 他的口音都变了 其实你可以听一听 就是他在竞选之前的时候 在国会当议员的时候那些讲话 这后来是有很多差别的 就很好玩的 好 你看一下 所以是第一段 Hello Chicago 那个第一段 这个第一段呢 就是我们在作文中讲过那个重剧的排比 剧行 当时就用这句话 各位记得吧 那是原剧了 If there'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如果还有人呢 在那里在怀疑的 怀疑什么呢 怀疑美国是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就是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是一切都有可能的地方 就是如果还有人对美国一切都有可能表示怀疑 分号 who still 这个动号也可以了 因为并列动号也可以表达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他还在迷惑 迷惑这个我们的创始人的梦想 是不是依然还 在今天还存在 is still alive in our time who still question 还在质疑 质疑什么呢 the power of our dream democracy 所以对我们民主的力量表示质疑 democracy 民主的意思 tonight is your answer 今天晚上就是你们的答案 第一句话 这个手句用到的就是那个排比 从句的排比 就是我们讲气势如虹 对吧 这个是很漂亮的 然后我们已经用过了 我们已经学过了 除了有从句可以排比 动词可以排比 形容词可以排比 都可以的 好 名词可以排比 那个miss高句型 对吧 都可以 好 这首句咯 我们自己往下看 嗯 It's the answer told by lines that stretch around the schools and churches in numbers this nation has never seen by people who waited three hours and four hours man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this time must be different that their voice could be that difference 这句话的用它的逻辑 依然还是排比的 就好几句的重叠 你看到 It is the answer told by lines that stretch around schools and churches in numbers this nation has never seen by people 你看这个呢 这两个是并列的 看什么呀 by lines by people 它搞了个分号来表达这个并列 Is this the answer by lines 这个问题 这个回答是被什么给答的呢 被这种队伍 Line是那个排队的队伍的意思 什么样的队伍呢 stretch around schools 它环绕着这些学校 不断延伸 stretch 拉得很长嘛 还有教堂 它的数量很大 多大呢 这个国家从来没见过的 就是你这个国家从未见过的 惊人的数量还是排队 是吧 很多人去参与这个投票 这个意思 by people who waited three hours and four hours 被人们 什么人呢 被那些等了三四个小时的人 many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很多人是声门目中第一次 because believe that 因为他们相信 this time must be different 这次会不一样 that their voice could be that difference 他们的声音可能会是那种区别所在 后面也是一个排比的 是吧 并列的句式 两个 好 因为这是个演讲词嘛 所以他没有 把用end这个词 在严格的语法逻辑上 两个并列 如果只有两个 用end会比较严谨一些 对吧 好 所以前两句 你看开头啊 它的开篇 它所用到的 涉及到的 都是用排比的方式 来增加这个力度 我们再往后看 紧接着这个对比就出现了 你看这是我们在最近所看的地方 这个是特别常见的 对吧 it is the answer spoken by the young and old Rich and poor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Black White Latino Asian Native America Gay Straight Disabled And Not Disabled 这么大一串 你想想 这个张力是不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这个问题被谁回答的呢 被很多人回答了 比如说 Young and old 年轻人 老人 年轻人和老人 都在来解答这个问题 还有 Rich and poor 穷人和富人 穷人和富人 Democratic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民主党和共和党 美国两个党派嘛 驴像之争 是吧 民主和共和 然后 Black and White Latino Asian Native America Gay Straight 全是反义词的 Black White 黑人白人 Latino Asian Native 拉丁美裔的 亚裔的 还有本土的 美洲人 美国人 Gay Straight 不论 我们中文叫 不论弯直 是吧 Gay 这是同性恋的 直男 是吧 然后 Disabled And Not Disabled 残疾的 还是不残疾的 他用了这么一个大的插入语 把 几乎所有这种 属性和类型都搞进去了 也就是说 听众 不论你是谁 你总能找到一个地方适合你的 对吧 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你是黑人还是白人 拉丁美裔的 还是什么本土的 还是亚裔的 是吧 总有你在里头 Gay or Strait 看见没有 你是玩还是直的 反正都在里头了 全包含了 这是个大插入语 对吧 然后 Americans who sent a message to their world that we have never been a collection of red states and blue states we are and always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 有完美的修辞逻辑 被什么 被什么呢 被美国人 什么美国人呢 who sent messages to the world 他们给这个世界发送了一个信息 啥信息呢 后面是不是对这个信息 这个message的一个同位语的修设 同位语的这个解释 G 对吧 我们用这个词来形容 这是我们在那个公式中讲过的 隐含的双黄蛋 G we have never been a collection of red states and blue states 我们不是红州和蓝州的这个集合 红蓝 各位知道 就是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那个投票是不是红色蓝色呀 啊 红色蓝色 两个两党嘛 是吧 就跟我们 呃 中国台湾省蓝党和绿党一样 蓝银绿银 对吧 有国民党 还有那个民进党 那么美国也是的 那民主共和党蓝绿 蓝红蓝来来对于这个差别的 然后 那个共和的是红的 民主的是绿的 绿党绿党嘛 那我们看一下啊 we have been a collection 我们从来不是红州和绿州的集合 红州就是支持共和的 绿州就是支持啊 比如说支持民主党的 蓝州啊 蓝 蓝州 不如绿的是我国台湾省那个 是吧 然后 we are 我们现在是 and always will be 以后也会是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一个联合的美国 联合的州 就是他把这个名词 就把他解释了一下 那 所以 后面这头用的就是那个蒙太奇 看见没有 是吧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是 他只不过只用到了 现在是和将来是 你加个过去是也可以了 we will we will be 当然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啊 好 这是 就是他对美国这个的定义啊 这个定义还是非常强大的 那继续看 这句话中所用到的最亮的这个修辞就是前面这个是吧 这个对比逻辑和后面这一块的这个蒙太奇的模型 next one it is the answer that let those who have been told for so long by so many to be critical and fearful and doubtful of what we can achieve to put their hands on the arc of history and bend it once more toward the hope of a better day 那 这是在比喻的 这句话就是很多比喻 你看着 它是一个回答 什么回答呢 that those 他引导这些人 什么人呢 who have been told for so long by so many people 就是很被很多人很久告知他们的这些人 告诉他们什么呢 告诉他们to be critical 变得很全辱的 就是 这是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很多年让他们以全辱的方式去生存的这些人 and fearful 除了一个全辱之外 还要 就全辱就是 就是厌世 就是不相信别人 and fearful 恐惧 and doubtful 怀疑 of what they can achieve 对他们所能够得到的事情 去表示怀疑 to put their hands on the arc of history 把他们的手呢 重新放到历史的这个ark 这个拱门子上 开始建筑这个历史 and bend it once more toward the hope of a better day 并且再次把它弯曲下来 朝向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这句就是这个比喻性很强的 好 继续看 后边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tonight because of what we did on this day in this election at this defining moment 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 这个事情来了很久了 已经 历史很久了 but tonight 今天晚上 because of what we did on this day in this election at this defining moment 你看 借此短语的并列 台比巨市 看见没有 因为我们中文也这么说 就是 今时今日 这种感觉 就在此刻 是吧 在今天 在这个演讲中 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 at this moment in this election on this day 然后在这个时刻呢 change has come to america 改变已经来到了美国 因为 当时他的那个口号 就是改变一切 change 然后 这个部分呢 是他在感激 就是表示感谢 感谢一下 那个竞选对手 当时是 麦凯恩 麦凯恩嘛 不是失败了吗 这是个礼节的 是吧 你顺利之后 你要把对方感谢一下 感谢你 还一直陪我玩这么久 是吧 I just received a very gracious call from sent to mccain 我刚刚 说到了 这个是那个 senator 就是参议员 麦凯恩的一个 非常 优雅的电话 非常热情的电话 gracious 然后 he fought long and hard in this campaign 他在这一次 竞选当中呢 打得非常的 长久和艰苦 and he has fought even longer and harder for the country he loves 他为他所爱的 这个国家 打得仗更加的艰苦 更加的长 这句话是很漂亮的 你看 还是我们讲的是 一种对仗 看见没有 he fought long and hard in this campaign and he has fought even longer and harder for the country he loves 他在这次竞选活动中 打得很久 打得很艰苦 他为他的国家 打得更久 更艰苦 你看 用词都是一样的 用的比较急 longer and harder 是吧 这种 这种模式 其实我们可以用于 在写 做当去模仿它 比如说 你看我取个意思 你看看 别人说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s hard but your future career without language is even harder OK 来 各位感受一下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s hard but your future career without language ability is even harder 学习 一个外语呢 可能是比较艰难的 但是你的事业的未来 如果没有语言的话 就是缺乏语言能力的 这个你的未来的事业 会更加难一些 is even harder 看见没有 这是模仿 刚那句话的 这个对比的效果 是吧 学语言 hard 这个呢 还难一些 even harder 和我们刚才讲的那句话 你来对比看看 是差不多吗 这个 这个 是吧 he has fought long and hard in this campaign and he has fought even longer and harder for the country that he loves 真好 he has endured sacrifices for America 他经历了很多牺牲 为美国 that most of us cannot begin to imagine 他经历了很多 我们很难以想象的牺牲 we cannot begin to imagine 这句话特别好用 在哪用呢 你看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写信的时候 当然不限于写信的场景 好多都可以用的 比如说 你要表一个抱歉 my apology to you to you 我对你的这个倩议啊 或者说 sutunness 或是guilt 我的罪恶感呢 是吧 to you is so deep that you can't even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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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imagine ok 来我们体会一下 my apology to you is so deep that you can't even begin to imagine 我对你的 歉意 是如此的深 你简直连开始 想象都不能够成 都不能够想象 是吧 这个就是英文的说法 看见没有 you cannot even begin to imagine 就是 简直难以想象 就这个 所以 这句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从 这个修持的逻辑来讲 有点夸张嘛 是吧 夸张的逻辑 我们会讲到一些 专门的这个 书信的课程 你看看呢 他经历了牺牲 什么样的牺牲呢 我们大多数人 几乎都不能开始 想象的这种 为美国而付出的牺牲 对吧 很漂亮的 所以我们把它 还用于我们的这个 书信的写作 My apology to you is so deep that you cannot even begin to imagine 当然这个你除了可以说是apology 那个道歉之外 什么都行啊 感激啊 可以吧 欣赏啊 甚至你写情书 爱啊 也可以 My love to you is so deep that you cannot even begin to imagine 也可以啊 也可以的 所以 修持 这种 除了要看懂它之外 主要你会写 把它要会融入到我们自己的协作这个体系里头 这就比较强大了 你就很牛了啊 好 你继续看 And we are a battle of for the surface rendered by this brave and selfless leader better of 或者这个词主要是很幸福的意思 就是很好的离开了 就是很幸福 We are a battle of 好 它为什么是幸福呢 这个我研究过了 就是脱离嘛 就是你能够脱离苦难 脱离辛苦的工作 脱离辛苦的这种 脱离这种 这种社会给你的惩罚和折磨 就是所谓的幸福的概念 就是英文这个逻辑 for the surface 我们因为他这个服务rendered by his brave and selfless leader 因为这个非常勇敢而不自私的人所给予的服务 感到很幸福 好 顺便夫妻夫妻这个公式逻辑 是吧 再看一段 再看一段 I congratulate him and government paling 另外一个竞争者 那个女的 就是苏天产的 for all they have achieved and I look forward to walking with them to renew this nation's promise in the months ahead 并且我期待着 这个是我们讲过 对我们的暗击形式 对吧 表示希望别人能跟你合作 而不是光自己做 期待着能跟他们一起合作 去更新这个国家的承诺 什么承诺呢 在未来的这个承诺 好 这个没有修辞着 你看下一个 这里应该是开始一系列的感激了 是吧 I want to thank my partner in this journey a man who campaigned from his heart and spoken for the man and the woman I grew up with on the streets of Sakraten and rode with some that to turn home to Dugnaway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OK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密斯高句型 看见没有 你看 这个就比较长一点而已了 I want to thank my partner in this journey 这是第一个词 my partner in this journey 我要感谢我在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个 我的伙伴 同时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人 什么人呢 后面这个地理比较长 who campaigned from his heart 用心去参与 并且为谁发言呢 of a man or woman he grew up with 跟他在同一个地方的街道上成长的人 为这些人而发言的人 对吧 and rode on that train home to Dugnaway 一直骑着这个 乘坐火车一直到Dugnaway 还是什么人呢 还是the vice president 就是这个副总统 当选副总统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最后这个人才出来 Joe Biden 看见没有 所以你要找到这个并列体系是这样子的 my partner a man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最后是这个 Joe Biden 这样 我说过因为是演讲词嘛 所以他对这个并列廉词案的用的不是那么的严谨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好 这种修词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大家一定要学会使用啊 就是当你在去讲一个很重要的名词的时候 你多弄几个排 方式把它堆一块 对吧 你看下一个他还继续在用 你看着啊 这句话又来了 又来了 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我将不会站在这 without 这是一个虚拟语气 看见没有 对现状的虚拟吧 其实我倾向于把虚拟本身就做一种修词来去表达 这个确实挺美的 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tonight without the unyielding support of my best friend for the last 16 years the rock of our family the rock of our family and the love of my life our nation's next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你看 典型的这个miss高句型对吧 我们把这个词条出来看看啊 这句话这个按得就有了 看见没有 就出来了 如果没有这个人 我将不会在这 哪个人呢 这个帮助 unyielding support 这个永不放弃的帮助 这个永不放弃的帮助 谁的帮助呢 of my best friend for the last 16 years 过去16年以来的最好的朋友 the rock of our family 家庭的石头 什么叫做家庭的石头啊 家庭的重心 支柱 顶梁柱 之类的 Rock 这还是一个比喻 对吧 并不是说 他的媳妇就是一个 呃 汉女 汉子 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是家庭的这个石头 支柱 顶梁柱 我们中文会翻译成 比如说pillar 顶梁柱 英文这个词也可以了 好 或者我们还学会一个那个 backbone 各位应该有印象 比如这个来比喻 backbone 是吧 脊梁柱 顶梁柱 the rock of our family and the love of my life 两个人 又来一个呢 the love of my life 一生的所爱 Our nation's next first lady 我们国家的下一任的 这个第一夫人 Michelle Obama 这个案子应该放这儿才对 是吧 最后两个嘛 好 所以呢 这一句所用上的 就是我们 反复跟大家提到过的 这个 miss高剧情的模式 你看 多长啊 是吧 念起来就是在现场 这个气势很美的 你看看那个录音就知道 你看那个视频嘛 I will not be standing here tonight without the unyielding support of my best friend for the last 16 years the rock of my family and the love of my life Our nation's next first lady Mr.Obama Sasha Malea 这他两个女儿的名字 好像 I love you both so much and her friend the new puppy 小狗 你们得了一小狗 小狗 Let's come with us to the white house 一个 一只可以去白宫的小狗 这干嘛呢 不知道 展示父爱了 展示父爱 就是 美国总统嘛 你要引起的选票 当然必须要不断地去 向别人展示 你是很有爱的一面 才可以 对吧 要不然人家干嘛选你呢 好 这是这个 所以你看 就是我们看到 到目前为止 看着这几个段落 是不是 各种羞耻层出不穷啊 那么 他在往后会有更加深刻的羞耻 我们慢慢来去体会 还有一些我们也讲到的这个方式 and while she's not longer with us I know my grandmother is watching 尽管他已经跟我们不在一起了 但是呢 我知道我的祖母依然在看着我们 along with the family that made me who I am 跟这个使我成为我的这个家庭一块 什么叫使我成为我 就是使我长大成人的嘛 I miss them tonight I don't know that my debt to them is beyond measure 我非常的想念他们 并且我知道我对他们的欠的这个债务啊 that 欠债的意思 is beyond measure 是超越衡量的 哇 多美的借词啊 是吧 我们在之前讲过这个借词的使用 专门说过 beyond的这种词 是一定要学会使用的 太好看了 beyond 比如说 我非常感激你 my thanks to you is is beyond measure 你可以这么语言超咯 beyond measure 我对你的感激 超越了衡量的范畴 就是难以估量 你除了可以说beyond measure之外 还可以beyond什么呢 可以换词的啊 可以换 my thanks to you is beyond let me think about this is beyond imagination 可以吧 超越想象 还可以是什么呢 还可以是beyond words 可以这样 超越了言语 就是难以言表 超越想象 难以衡量 就是中文 都是用这些方式去表达这个意思的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了 好吧 那么这种这种借词的用法 你想想 他用的最广泛的这个 渠道是不是在书信当中啊 去写信的时候啊 beyond 他除了表示这个意思之外 他还能表达比如说 某种东西很难 你看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歌叫 乏海你不懂爱 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 爱是 爱是 beyond 罚海 为什么呢 英文有这样一句话 比如说 我不懂数学 Math is beyond me 是这么来说的 我不懂数学 Math is beyond me 就是数学远远的超过了我的这个范围之外 是吧 难以理解他 难以企及 中文叫不可企及 是吧 这个词啊 难以企及 所以这个其实蛮好玩的 就是英文的逻辑啊 体系啊 修辞啊 跟中文都会都会找一些对称的点 OK 这是他最后讲的这个 你看他的说法 说的是 my debt to the is beyond me 我对他们欠的这个债 就是 有所亏欠嘛 是吧 因为 因为他的这个家人 好多都已经去世了嘛 他的祖母 把两大的都去世了 他自己是一个 就是单亲家庭 长大的嘛 好 这是 到这里 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啊 后面还是感谢的 to my campaign manager 他的这个竞选的那个经理 竞选负责人 他有个团队嘛 David Plouffe my chief strategist David Axelot I'm the best campaign team I'm the best campaign team I'm first assembled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感谢好多人 看见没有 经理啊 首席战略官啊 以及那个最好的团队啊 在政治历史上 所能够被 招聋起来的 最好的团队 You made this happen And I'm forever grateful for what you've sacrificed to get it done 我对你们所付出的努力 永远感激 这个没什么羞耻了 比较直白的感激 好 那么 感激这个 感激那个之后 最后还要感激一个人 谁呢 就是这儿 看见没有 强调 Above all Above 跟Beyond的意思差不多 超越 是吧 Above all 最重要就是 I will never forget who this victory truly belongs to it belongs to you 我永远不会忘记 这个胜利 到底归于谁 它归于你 它最后 一大堆感激之后 就开始把这个话题 向观众 那么也就是说 重点就要来了吧 那么接下来 它会用哪些修辞呢 我们下节课 继续来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